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3月21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到访北京 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还有夫人彭丽媛 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在此之前 彭丽媛还陪同米歇尔一行 参观了故宫和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22号 米歇尔将参观北京大学并发表演讲 据美联社的报道 米歇尔关注的焦点将是信息自由 3月21号凌晨 山东省平渡市度假团村 发生了强拆致死惨案 导致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据当地知情人士李先生介绍 当时四名负责值班守护农地的村民 他们睡在田间的一顶帐篷里 帐篷四周被不明身份人士浇上汽油后点燃 一名63岁的村民当场就被烧死 其他三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烧伤 李先生告诉本台记者说 因为平渡市政府要强强土地 村里的村民就自己联合起来 在地里搭了一个帐篷 每天有四个人轮流守候在那里 据说目前平渡市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去年山东省平渡市就曾经因为警方 拘捕拆迁维权记者陈宝成而轰动全国 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唐吉田 江天勇 张俊杰 王成和受害者家属 他们在3月20号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省 加木斯青龙山洗脑班 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之后 就被当地的国保跟踪并抓捕 21号的上午 中国人权律师团就四位律师和多位公民被拘押一事 发表严正声明 谴责加木斯警方的行为 声明要求黑龙江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的地方当局 立即释放四位律师和其他被拘押的公民 并要求中共当局调查和取缔当地的黑监狱 目前已经有56名律师在声明上签了字 这些律师表示呢 他们随时准备前往加木斯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